位于南投市主持路与华阳路交叉路口 因往高速公路的车辆较多 导致机车来不及前往机车带转隔 进行两段式左转 导致民众困扰许久 张新里长简木水指出 此路段许多车辆都往高速公路行驶 而路口又未划设机车隔 导致机车骑士来不及带转 盼相关单位能尽速协助改善 人们在建议这千公路上两段式左转 像过得很复杂 看有那么多改善 我们现在来在匯监 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改进看有更好的机型来做 他现在是说 这公路上左转是在祖室路路 那太阻隔到那太近 像过一段时间都弄掉了 车路比较没法度 来改进 经民众陈勤后 县议员张家泽指出 因从主持路往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较多 造成机车骑士来不及进行两段式左转 不仅容易发生危险 也会导致车辆塞严重 并表示会尽速请相关单位协助改善 前来划设机车隔 让机车骑士能够优先行驶自带转隔 以保障民众用路安全 在我们南投市主持路跟华阳路的交叉口 这个路段因为从高速公路下来的车流量比较多 所以很多摩托车在要左转的过程当中 我们增设了这个左转 两段式的左转 但是从主持路往高速公路方向 信仪街方向 它这个在过马路的时候 因为它只有单行道 然后要上高速公路的车辆也比较多 所以就往往会造成这个机车的歧视 它没办法来不及两段式左转 那我们希望这个县政府相关单位 可以在这个路段上 在停止线的后面划设一个机车的专用格 南投市主持路与华阳路的交叉路口 没有划设机车格 导致机车骑士来不及行驶自带转格 影响民众交通安全 经民众成情后 为了保障民众用路安全 先议员张家哲也呼吁相关单位 能够尽速改善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